我们继续讲这个印度佛教史 我们上一次就讲到这个三大主神 三大主神两大这个经典 我们现在继续讲这个印度的哲学 第六页 讲义的第六页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印度的哲学呢 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法出来才行 所以现在那些人学佛很喜欢 很快就找一个法门 找一个法门收到共上海觉得没什么 那又转过第二个 那就很麻烦了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最先要给点时间 去研究这个佛科 研究这个佛学也是困难的 你看到外面的佛节的一些书都很浅的 有些因为太深那些又没有人看 那讲经也都讲得很浅 那些法师讲经也都讲得很浅 因为太深又没有人听 没有人听又不敢说 所以经常找一些适合大众的节目 适合大众的节目不够深度的 有法学院但是法学院不是个人去读的 所以我们有个网络法学院就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讲深一点的东西 你看得不对你可以跳的 按快点就跳过去 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讲深一点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整个学得好法学来说 我们要整个系统去学 整个系统去学不要急于要选择这个法门 网上有些人就问我 哎呀为什么你救十二天神功 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志 那怎么入佛志 那你欲勾牵了怎么入佛志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是不用去质疑人家的法门 所以其实呢学佛的人有三种有三个阶段 那如果普通一个人学佛 普通十几岁 接触到佛法之后呢 那就去听佛经 那最先呢他肯定是想求解脱的 所以最先呢肯定是收这个禅宗 一是收小成 这个庚庚庚好些收禅宗 那禅宗小成都是这样收的 原始佛教 那都是学打坐啊学成啊 那学学下的时候呢 那有些会出家啦 出家的时候那就好啦 那一路去收小成也好 收禅宗也好 那万一出不了家的时候呢 那就结婚了 结婚呢 就有个老婆子女 要加学会 要去家用 那那个时候呢 还有没有心机去延祠佛教呢 其实是没有的 那时候呢想想想 哎呀佛学 怎样可以帮我们 找多些钱啦 那所以呢就收墨宗了 那如果不收东墨 那东墨的小人收 东墨都很少人云的 那正式的东墨很少人云的 那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的 那多数撞墨啦 求一下灵波车 看看有什么黄财神 白财神 黑财神 啊什么财神 都灌一轮口 那这样呢 就想求些福报 那 求些福报 那一路一路收 但是呢 学墨宗来说呢 他又不肯由 由根基开始学 学这个四家行 你学墨宗 又不肯做四家行 做四家行呢 我在墨宗那里六年 那六年之后呢 我离开那个中心的时候呢 在八派那里呢 他只是三个做完四家行 我是其中一个 所以呢 六年之后三个做完四家行 人家灵波车 一灵波车喇嘛 又好 一他出家 就立刻三年零三个月 闭关了 所以呢 你什么时候才学得来呢 所以呢 这个呢 难的 那学到最后呢 哎呀 年纪大了 那又没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没心机收 又不懂东西啦 又没什么 又不懂撞猛 又不懂性 又不懂这些 又不懂那些 又不懂那些 又没有精神 那就念佛咯 所以呢 这三个法门呢 都是佛说的 所以佛讲的东西呢 不会不对的 佛讲的一定对的 看看适不适合你 所以呢 三个法门呢 有些一接触到就立刻念佛的 那我念到落尾就最好 一定往生 你二十岁接触到念佛法门念他六十年 如果有心机念的话一定往生 所以呢 所以呢 有些一开始就接触到一个法门就不专的 那这些有善根啦 那有些呢就转来转去的 那转来转去呢 有个个人的需要 不是他需要钱的 就要转去墨中啦 那需要呢 那需要呢 那需要安定些念佛 或者那些家庭主婦啊 不用经济负担啊 不用成的就安心念佛啦 或者老了 年纪大了 都没什么可以做 那就念佛啦 那所以呢 三个法门都要 都要一起宣扬的 这个是佛说的嘛 所以佛分三个心来说 那小成的呢 他就分这个释迦牟尼佛 他生就讲原始佛教 那路诗罗佛呢 就讲大成的 讲大成的 讲大成佛教 讲这个念佛法门啊 这些大成佛教 那这个大日如来呢 法生佛呢 就讲墨中的法门 所以呢 三个法门都需要的 那所以呢 我们要学佛的时候呢 我们要研究完所有的法门 才好 哎呀我决定收这个了 你不跟我收一样的呢 你就不对了 所以呢 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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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中天台行归正土 我们要慈奸念佛 第二些就不对 这个不是的 这个呢 因为法门呢 是每一个都有它的 有它的 有它的 有它的作用 每一个呢 有适合 适合它的人 所以呢 适合众生的基 那不能够说 一个法门呢 就讲到落尾 这个是对的 那是不对的 这个一定 一定对一定错 那就没有的 所以我们呢 要给点心机呢 去研究这个教理先 没接触到 最多我们接触到 这个 接触到这个 佛教 我们当然呢 就是 就是 打个底先 打个底就是念佛 什么都不用 只念四个字 念念下 那你可以收一下墨钟 念念下 那你可以参一下 或者你要打坐 开始 或者加上这些 所以呢 到最后的时候呢 我们是三个法门 一起收的 没有说 哪一个东西 不能缺少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呢 一定要打坐 所以早上呢 早上呢 和下午都要打坐 打坐 打坐一个小时 那么 收墨钟 收十个小时 打坐呢 打坐呢 打两个小时 那么 打坐做什么呢 念佛 念佛 阿味陀佛 吸入阿味 呼出陀佛 最简单的了 那么跟着呢 睡觉 又念佛 所以禅静墨 三个一起收 那么不用 不用 不用 不用说 哪个法门好 哪个法门好 我们个个法门都好 因为佛讲给你听呢 就是说 等你 等你去 从这三个法门入手 大乘百钟 加上小乘 驱舍 乘十十钟 他都是不外乎 禅静墨 三个 如果你是小乘 大乘的 是如来禅 这个大乘的 是祖师禅 没有什么分别 其实都是禅静墨 所以 但是我们未学禅静墨之前 我们要学印度佛教史 看看这个佛教是怎样演变出来的 那你才知道 为何佛要讲 为何要讲这个念佛法门 为何要讲大乘 为何要讲小乘 你要知道他为何要讲 对着什么人说 对着什么机说 对不对你收 你才知道的 所以呢 其实各个法门都要试下的 可以学到的 各个法门都要学 其实各个法门 到最后都是一样的 到你呢 需要钱的时候 收多些墨忠 需要福报 帮人 收多些墨忠 需要年老 眼又花 耳又聋 又没有记性 那你唯有年白 那你大贪一点 你想正道的 当然是打坐 所以三个都要一起平衡地去做 看看哪一样出色一点 那就做哪一样了 没什么所谓的 所以这个呢 十中共红 这个呢 各个法门都是好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要讲这个 印度佛教史了 这个呢 讲到印度的哲学 上一次呢 他们讲两大史诗 受三大主神 讲完之后呢 我们呢 就要再了解这个印度的哲学了 因为佛教呢 是哲学 这个欧阳景毛说 佛教非宗教非哲学 为什么佛教不是宗教呢 因为他没有一个最高的神 佛教虽然说有佛 但是佛是导师来的 他教你怎么做的 不是他说了事 不是他说要你穷就穷 要你富就富 要你有钱就有钱 要你法特就法特 他不是这样的 他是教你的方法 你自己去做 做不到你的事 我教了你的方法 你自己不照做你的事 不关这个佛的事 那佛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帮你 帮你完成你的意愿呢 可以 不过呢 这个会影响到因果的嘛 所以你有因果 所以他不能说 他当然可以做 他想你有钱又不如 但是 但是他不可以这样做 因为影响到个因果 有如是因有如是果 所以我们不是宗教来的 但是第二宗教 不是啊 赤公啊 黄大仙的一些宗教 不是啊 他就什么了 他就无所谓的 他可以显灵啊 可以成的 但是呢 他因为他本身来说 他就需要灵感的 所以就无所谓的 所以这个佛教呢 不是有个最高的神 是不是有个 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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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創造的神 那这个呢 没有的 佛呢是一个导师来的 但是 他又不是哲学啊 因为哲学呢 只有一个讲字而已 哲学未实际去做的嘛 哲学 那些呢 多数未实际的 未附资行动 叫哲学 那实际去做的时候呢 他又不是哲学啊 他是实际 实际可以做到的 他讲法门呢 你要去做呢 又可以做到 所以佛教呢 非宗教 不是宗教 因为没有最高的神 也都不是哲学 不是理论来的 是实践 你要去做 只是讲就没用的 要去做 所以呢 那些人问我 问我们 哎呀 为什么你收贡多个钟头做什么呢 那我不收贡多个钟头 又做什么呢 我没什么做啊 厚门啊 是吧 那我这个找到个 你要庆幸 你找到个法门 你能够收贡多个钟头 等你没有那么闻 所以 所以呢 这个呢 你要找到些法门 你能够收 所以呢 你没有学得少 找得四个字而已 你要收十几个钟头 包你正道 你收到十几个钟头 四个字 包你正道 但是呢 收不到嘛 因为你坐下 坐下就会闷的啦 四个字念念下 会想其他东西 所以呢 所以呢 就要多发门了 每个人不同的 有些 有些 一门生入 这个发言 这个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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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土的祖师 他说 四十年 无一年 执用心处 四十年都不离开佛号 这些大善根 我们这些不同的 我们四十年来 无一年 这个用心处 所以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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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们要 研究 好过 这个呢 印度的哲学 这样才知道 那 虽然法教不是哲学 但是呢 从哲学的 他又是宗教 法教 你说不是 欧阳景霆说 法教不是宗教 也都不是哲学 那我说法教是宗教 也都是哲学 因为有宗教的 宗教的利益 因为有黄财神 白财神 那些我帮你 也都有哲学 哲学 因为有理论 有修行 有实践 你要照着他去做 所以呢 法教是宗教 也都是哲学 所以我们呢 要讲印度的哲学 那在佛陀未 现在讲的 都是佛陀未出现之前 未出世之前 这个佛那个时候的哲学状况 那哲学状况呢 就是为何要佛 为何要选这个印度来出世呢 那我们现在呢 好知道呢 佛原来很聪明的 是吧 几千年前他都知道印度呢 印度呢 是一个修行的地方 至少呢 他印度全部都是修行的 有没有 别的宗教 都别的国家不知道 但是印度呢 是修行的 很多修苦行的 印度见到些 总之些什么 外道也好 什么教都好 他都是很修苦行的 就是一个 适合修苦行的地方 那为何适合呢 因为他很热 不用穿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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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们又捱得了 修苦行的 所以佛堂未出世 已经是这样的 第二 印度人很聪明 很聪明呢 因为他的史诗 背出来 没有文字 公元二百年才有文字 柯玉皇那时才有文字 以前那些 柯波罗多 这个 这个 薄骑凤之歌 全部背出来 奥义书是背出来的 他们这些印度人 全部背的 所以印度的人很聪明的 如果你去印度 印度人 去美国读书 那就好了 他立刻发个护照给你 你去植谷做 所以植谷 最多印度人 因为印度人 你不用 他特别给签证印度人 因为印度人 发明很多东西 现在世界上 产生最多电脑软件 就是印度 最聪明就是印度 他是窮 但是他聪明 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也是印度 现在最有钱的人 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都是印度人 所以印度人 是聪明一点 所以他是 以前说犹太人聪明 其实印度人也很聪明 所以印度人 所以佛呢 就要选一个 可以有修行的 又聪明的 即是能够理解到佛法 不是讲极的都不明白 你讲都没用 所以又有修行 又会有智慧的 又苦的 没有苦不肯出疏婆 你快快乐乐的地方 是很好的瑞士 你叫人去解脱 现在都解脱了 别人还解脱 所以呢 又苦 人多嘛 又苦 又苦 又聪明 又熟得苦行 所以这个是最对的 所以呢 印度的哲学发展 可以分开四个时期 第一个呢 就是废陀时期 第二个呢 就是史诗时期 第三个呢 就是经典慈忌 第四个呢 就是住所的时期 废陀时期呢 那废陀时期呢 就是发生在这个公元前 就一千五百年 到这个西元就六百年 六百年 到西元前六百年 那佛呢 在五公元前 五五六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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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年的出世的 所以呢 这个四八六年 就是入列湖 五五六年出世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废陀六百年的 废陀呢 就由这个 1500年到六百年 所以佛之前呢 就是废陀 就是废陀时代的 废陀时代呢 就是一些经典啊 那些佛有四废陀 上一次讲过 有些经典啊 有些什么啊 其实呢 都是拜那些鬼神啊 拜那些本尊啊 那些制制形式啊 那些诗歌啊 那些叫做四废陀 有这个 这个耶犹佛陀啊 废陀啊 那里面呢 最出名的呢 后来整合最出名的呢 就是奥尔书 奥尔书呢 一直跨到这个 史诗时期的 那这个呢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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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陀时代 佛未出世的时候呢 那些印度人呢 已经懂得拜佛了 懂得唱歌啊 歌颂大自然啊 懂得求佛 不是求佛菩萨 没有佛菩萨 求那些本尊啊 求那些神啊 祭祀那些天神啊 那些 所以呢 印度人的宗教情操呢 是好的 所以佛呢 要选个地方 在兜率天那里呢 看到很久才知道 看对印度下去啊 所以呢 果然是没有讲错 又聪明 又苦 又肯修行 但是现在在印度来说呢 佛教是很少的啊 多数是印度教的 你不要以为 印度现在是佛教 不是 印度现在不是佛教 现在呢 巴基斯坦就回教 印度呢 就印度教 印度教呢 他已经拿了佛教的东西了 就是将佛教的东西 融合了一些下去 所以他的印度教呢 其实是 从佛教差不多 拿了佛教 他说呢 上一次我们就讲过咯 他说我们佛呢 是他第九个 第九个本尊 就是第九个 哈利克什拿之后呢 就到佛了 佛呢 是他这个 Visno的化身 Visno的第九个化身 所以佛教呢 就放在印度教里面 所以呢 你去印度啊 或者你坐飞机 当了一些印度人呢 他就很尊重你啊 你相信我们的宗教 我说我们是佛教 佛教就是印度教 他认为佛教就是印度教 他不理你 所以呢 我们当然说佛教不是印度教 我们和印度教不同 我们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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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佛呢 只是一个象征式的名词 这个呢 就是你们所说的空性 他已经吸收了你的东西 所以他就不怕你了 所以呢 我们这个第一个 废陀时期 第二个呢 就是史诗时期 史诗呢 就是讲这个 罗摩和摩科波罗多 罗摩呢 上一次讲过了 就是六以后 六以后去打斯里兰卡 那么你去印度 你去泰国的时候 看到皇宫那里 画的那些画 全部都是讲罗摩转 皇宫那里 讲那只猴 那只猴呢 那么我们的 吴承恩呢 就照那只六以后的变法 他又可以 拿一堆东西出来 变很多猴子出来 又可以缩细 又可以放大 因为和孙悟空一模一样 孙悟空呢 就是从这个 罗摩那只猴那里 那里得来的 所以呢 这一个呢 罗摩是他的猴 讲那些猴 去打这个斯里兰卡 那么大战 摩科波罗多 那上一次呢 就讲这个摩科波罗多 大战 大战呢 里面有很多武器 好像这些 亚洲拿 亚洲拿呢 就是火神 他射箭 一射 一百支火箭 围着个人 即是机关枪 看来是 那有只飞马拿呢 可以飞上天的 坐五十个人 哇 现在的战斗机 哪里坐到五十个人 那就是飞碟来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说 印度呢 發生过大战 即是很久之前 已经发现核子战争了 因为他发掘一些东西 出来呢 玻璃化 变了玻璃 那些人变了玻璃 玻璃化呢 是要核子的威力 才能够令到 令到那些东西变成玻璃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印度呢 一早已经有核战了 所以这个摩波罗多 究竟是什么呢 跟外星人打 还是自己打呢 不知道他做什么 但是呢 这个呢 就是说 我们呢 其实在这个 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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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蒙明呢 不是只有一个蒙明 是所有的 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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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第一个蒙明来的 所以人类呢 不是只有 一万年历史 多少万年 五十万年历史 而是我们四十六亿年 只有几十万年 只有一百 几十万年 有历史 前面那些呢 前面那四十六亿年 睡觉 所以四十六亿年前 一定有第二个蒙明 就是 那幅年代九远 我们不记得了 我们只是找到一些化石 找到一百几十万年前的东西 但是呢 四十六亿 多少个百万 多少个千万 所以呢 这一个呢 一定有第二个蒙明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这个世界呢 所谓佛话 它是第三个佛 第四个佛 所以呢 所以呢 以前也有三个佛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 史诗时期呢 羅摩大战 这个呢 就是公元六百年 到这个西元二百年 这个公元六百年前 到西元二百年 就是柯玉皇时代 到柯玉皇时代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都是兴奥尔书 有奥尔书 这个奥尔书 有很多个学派兴起 那佛是其中一个学派 因为公元六百年 佛是五五六年 那么 这个到公元前六百年 到公元二百年 那么 佛呢 是公元前四百 八十六年 入列盆的嘛 所以佛都是中间 这个时候呢 就发生了很多个智学 很多个智学派系 法教是其中一个 其拿教是其中一个 所以有六师外道 除了法教之外呢 还有六师外道 还有九十六种外道 还有六十二建 有很多外道一起兴起的 但是法教呢 是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 那么 那么 这个呢 就是史诗时期 就是说罗摩 和摩克波罗多 那么第三个时期呢 就是经典时期呢 就是这个 聚集的经典 聚集的经典 那些经典 开始写成文字 所以呢 佛在世的时候呢 是公元前四五五六年 五六年到四八六年 这个时候呢 是没有文字的 没有文字的 没有文字的 那些人靠什么呢 靠一些土语 土语就是巴黎盟 巴黎盟 巴黎盟呢 就是印度的土话 即是可视的土话 好似我们的客家话 潮州话 那些那些 但是它不是文字来的 因为不能够写成文字 只有个音的 所以呢 你学巴黎盟呢 很容易的 你泰国呢 就是泰国巴黎盟 英盟呢 就是英盟巴黎盟 缅甸就是缅甸巴黎盟 因为只有个音的 你讲东话 讲东话 巴黎盟 那是注音的 所以呢 这个罗马拼音 巴黎盟 所以呢 只有个文字 只有个音的 就没有文字的 那印度人 怎样将这些东西 记下来的呢 是口传 有记性 所以呢 印度人的记性 即是一流 所以呢 整本书这样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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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修余家的嘛 很多做很多奇特的东西都可以的 所以呢 整本书这样背 你现在那些 在靠阿罗十 啊 尼尼的时候 他都整部《凡网经》 背 我们背多久都不记得 他上下卷 《凡网经》 上下卷 背出来的 他不是 因为是戒本来的嘛 菩萨戒本来的嘛 他背出来的 没有菩萨戒本来中国嘛 所以他背出来的 所以很多东西是背出来的 不是扣 不是什么 所以呢 他是巴黎盟 因为他一向都背棍了 所以是口语化的东西 到有盟字的时候呢 是公元二百年 这是阿玉王时代 阿玉王时代的时候呢 就开始有凡盟了 Sanskrit 这个Sanskrit 所以呢 以前呢 是巴黎盟 是巴黎盟 以前是巴黎盟的时候呢 只是语音而已 所以 小诚说 大乘非佛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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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就说 不是 你都没有盟字 到时你口诚的嘛 你说小乘我们结集了 是这么多的 你都没有盟字 你都没有盟字 你都没有盟字记载嘛 都有盟字的时候 又有大乘又有小乘 所以大家一样而已 所以大家 大家 你说有又得 你说没有又得 你说没有 我说有 有盟字记载的时候呢 就有大乘小乘 你只是小乘那时呢 小乘那时呢 是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佛灭道 佛是四百六年 六百年的时候呢 六百年是出龙树的嘛 六百年 佛灭道六百年 四百六年加六百年 那就是二百多年了 二百多年了 所以就刚刚有盟字 就刚刚有大乘了 这个马明菩萨呢 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就刚刚有盟字 所以呢 这个大乘呢 都跟小乘呢 一齐有盟字记载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盟字 所以这个是圣语 圣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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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美国很多的 那我们现在墨中用的 在唐朝的时候呢 这个大约公元前800年 чи700!75年传入呢 Someone都变成了书藤体 这个啊字呢 那些文字呢 这些呢 啊啊啊子啊 这些呢 这个系列是ulturetu Yes 这个是污非常孟略的 这些 Buddji文字 这个是同時允期那样 显得重要的 就是另外 sono什么 这样子是 tour Walking 到這個正體 之前還有幾種耐拔的聆創 一邊變 Gel in 75 年 奧藤�fte 鬥�护體 旦 當時動被動作一些痕藤�fte 變成咭藏蠟體 很長的冷藏�fte 生 mot based technologies 很坑皮, 画一条线, 整一整, 这个就是印度蒙, 多似, 画一条线, 这个是天成体, 这个是我们说的衰腾体, 所以印度蒙字一直演变, 演变到现在是天成体, 你形成天成体可以看到衰腾体的痕迹, 所以印度有蒙字, 有蒙字的时候就有大量的经典出现了, 大量的佛经出现了, 以前都是口语化的, 现在就开始有大量的经典出现, 所以这个时候是经典时期, 各中国派的学说都用蒙字记载下来, 成为经典, 佛教的经典, 奇拿教的经典, 印度教的经典, 都是在公元200年之后的, 即是阿勇王时代, 在这个之前都是口口相传, 这个是巴黎盟的形式记录下来的, 第四个经典时期, 不容易画到这个注硕, 有了字之后, 有了经典之后, 就开始注硕时期了, 究竟何时开始注硕时期呢, 这个就很难说了, 一有蒙字就有得咬, 有了蒙字, 没有蒙字就没得咬, 你说你刚才说过什么的话, 不知道, 你就没得咬, 但是呢, 有了蒙字, 大家写到在这里, 就有得咬, 你又对, 我又不对, 我又对, 你又不对, 我们才对, 你又不对, 你又不对, 你是外道, 我们是内道, 这样才有得咬,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注硕时期, 过了这个蒙字时期, 就开始注硕了, 开始注硕, 解释, 解释, 因为以前那些蒙字, 写得很简洁的, 那些人开始去解释, 解释它, 那这个呢, 这个《凌严经》, 凌严经就说, 凌严经就说, 这些蒙字这么美丽, 又防成相, 宰相北, 防成相, 防管去写的, 又说什么历史上又说什么, 对啊, 不对啊, 那这个呢, 有些人就说真是假的, 我说印度人的蒙字没理由, 其实这个是防成相, 它是潤北的, 然后呢, 为什么会有, 泰曲大师就说了一句说话, 你不用咬, 你现在找一个, 能够写到现在的东西出来, 写到整个系统出来, 你告诉他, 凌严经, 你现在找到, 给十年给你写, 躲在房间里写, 写不写到一本东西出来呢, 它的结构, 你看花严经, 几长, 一大到八十花严, 没有重复的, 没有一个名字是重复的, 所以, 你不要说是对不对, 只说它的智慧已经够厉害了, 你看佛经里面的智慧, 大宝迹经, 大宝迹经, 几多东西, 那些理论, 那些东西, 你根本就没办法去想它, 没有办法去想它, 所以你说, 你不叫他做佛, 叫他做什么呢, 你不叫他做超人, 一样, 始终他都是比你聪明, 所以比我们聪明, 我们叫他做佛, 叫他做佛, 其实他都跟我们一样, 所以, 你说他能够做到, 共原整体系的东西, 没有重复的, 没有犯博的, 八十花严, 一大到野, 没有重复的, 这些卷还是小的, 有些没有来的, 所以, 没有重复的, 凌言经, 你说由头到尾, 你说有很多东西去博它, 是因为你历史上去博的, 其实, 理论都没错的, 什么人说六道, 他又说七道, 多个先道出来, 为什么有多个先道呢, 因为先来的嘛, 又不是属于鬼, 又不是属于天, 当然是先啦, 这个地先嘛, 地先就是先道, 所以这个凌言经, 什么经都好, 都不是我们的智慧所能够 所能够自己凡夫的智慧所能够想出来, 所以这个一定是超乎凡夫的智慧, 当然是佛啦, 不是佛就是菩萨啦, 所以这些我们照修就可以了, 口正是对的, 我们照做就可以了, 所以这些东西就不用怀疑的, 这个是印度的四个时期, 所以四个时期, 佛教注释时期也都注解了很多, 佛教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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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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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种废陀是歌颂宇宙 拜宇宙、拜神之类 作诗歌来歌颂 第二是奥尔书 这个《废陀经》 佛陀未出现时已经有《废陀经》 所以很多佛教的大德 讀《废陀经》 最后整理过的就是奥尔书 我看过有五十奥尔书 都是废陀那类 但他们将废陀的再整理过 再浓缩过 都是很有智慧的 就像论语之类的 就是有些智慧的人所说的 这个时候 《废陀经》就在公元前七百年到五百年 即是跟佛陀的时代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吸收了佛教的《废陀我》 这个是空性的 所以这个《废陀经》 根本就是跟佛教的差不多了 已经因为它已经有佛教了 所以吸收了佛教了 当时佛一出来的时候 所有外道都很洪福 佛教那时是最大的宗派 所有的外道都没得争 所以外道吸收了佛教的东西 就自己弄了出来 所以奥义书和佛教是很接近的 有些学佛的人专门去看奥义书 有些专门去研究奥义书 没有所谓的 你就研究了 没有所谓的 所以佛学是要找一样东西可以修行的 你认为好就去研究 反正你时间都是这样的 你不用时间在这里 你用了时间在其他地方 总之是修行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奥义书也不会教错你 它都是有智慧的语言 也不会教错 奥义书就好像法句经 法句经那样的东西 好像我们的论语一句句一句句 这些都有智慧 第三就是《博骑凤之歌》三大经典 《废陀经》、奥义书、《博骑凤之歌》 这三本我们都可以买到的 现在有时间都可以去参考 我也看过 《废陀经》、奥义书、《博骑凤之歌》 我也有看过 《博骑凤之歌》就是《哈利克里斯纳》 车夫就是《哈利克里斯纳》 坐车的就是《亚洲纳》 《亚洲纳》就是《火神》 《博骑凤之歌》是大战里面的一章 大战里面的第六卷 摩波罗多的第六卷 这个就是要去打仗了 因为是大战 以前印度人就很厉害 大战怎么会发生呢 就是有个人想红霸天下 找一只马 马走到哪里呢 就是我的国土 所以为了这只马 打死了 所以打的时候 这个《亚洲纳》就是坐车的人 他拿着一些战 这个是火神 这个《哈利克里斯纳》就是车夫 而亚洲纳就问《哈利克里斯纳》很多东西 问《轮回》、《轮回》、《我现在要去打仗》 对面就是我的兄弟叔伯、司长朋友 说我怎样杀得下手 这个《哈利克里斯纳》就告诉他 你不会杀他 他不会死的 他又轮回而已 他甚至没有 你不会杀到他 所以说很多这些道理 这个《摩波罗多》就很大套 这个《薄骑凤之歌》就短一点 所以现在你上网上找 薄骑凤之歌就很多版本 所以很容易找到 这个薄骑凤之歌 这些道理 轮回的道理 这个人的价值 这个所有的东西 都和佛堂很接近 因为《薄骑凤之歌》的出现 是在佛堂的 这个《薄骑凤之歌》的出现在佛堂之后 公元前420年 420年到200年 当时佛教以生气运发展压倒而来 这个佛堂公元前486年入列弗亚 所以这是公元前400年到200年 或者是佛之后 佛之后呢 就有《薄骑凤之歌》独立的 这个加上佛教很多理论下去 所以《薄骑凤之歌》都可以参考的 你看这个《摩托波罗多》 也好《摩托波罗多》也太长了 也不是很长的 两大本 你看完之后 就知道神的名字了 这个里面的神 天神 雷神 火神 阿周拿 火神 然后所有的神的名字 你收起墨钟上来就容易了 因为你所有的神的名字都知道 所有神的典故 这个是神画 所有神的典故 为什么会打 为什么会成 这个《珍巴拿》 这个《财神》 他有八个儿子 一大堆 哈利克里斯尼 全部都在里面 所以我们要收这个墨钟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这个 《薄骑凤之歌》 《摩托波罗多》 《罗摩》这些 都对我们的修行是有帮助的 至少我们收起来 对那个神有认识 为什么会有这个神出现呢 所以他是有认识的 这个是三大经典 接着 智学他分为六大派 六大派的智学 一个是声论派 一个是韦陀派 一个是素论派 一个是儒家派 一个是英明 所以这个是六大智学 这个叫《律师外道》 《律师外道》 后面就会详细说 这个《律师外道》 发在世的时候 已经有六个出名的 其实九十六种外道 这六个是最出名的 其实还有很多的 很多不同的主张 因为有些是裸体外道 有些是旗拿甲 有些是穆港无因果 我们稍后再说 现在就说到 这个 佛陀时代的背景 这个背景当然是说《律师外道》 不过《律师外道》 稍后说完这个背景之后 就会详细地说《律师外道》 所以我们现在就不花太多时间去解释 佛陀时代的背景 这个《律师外道》 和佛陀是同一个时代 同一个时代都出现的 所以现在说佛陀 出现的时候的背景 未出现之前我们说过 佛陀未出世的时候的背景 我们大约都知道了 《三大使师》 《两大使师》 《三大主神》 《四大经》 《四种智学》 《律师外道》 这个《三的主要经典》 我们已经大约知道 知道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知道 佛陀时代的背景究竟是什么呢 究竟是流行什么呢 第八页 讲阿利安盟族 最先打雷于印度的 就是用阿利安盟族 阿利安盟族 就是我们人种 在非洲 非洲以每年16公里 向前推进 每年16公里都是人的流报 最先我们在非洲 最先的人所有人都在非洲 非洲南部、非洲中部 不知道 总之是非洲 非洲 我们的始组在非洲 在非洲的时候 以每年16公里的速度 向外推展 推展到公园前 这个时候 来到印度 非洲 非洲 非洲在这里 爬过来 这里是印度 爬过来印度 最先从北部进来的 阿利安盟族 阿利安盟族 有一群阿利安盟族 跑来印度 有一群阿利安盟族 跑去德国 所以德国和印度的logo是一样的 这个是佛教 这个将它打折 就是立税 立税和佛教的logo是一样的 中国都是一样的 中国是有余意的 余意只是一半而已 这是什么呢 这是银河系的logo 即是银河系的构造 银河的中心在这里 有些脚一直伸出来 这是脚来的 所以这是银河系的logo 其实就是银河系 即是我们这个宇宙 其实我们这个银河系 可以说是我们的梳婆世界 梳婆世界的logo 所以印度 一部份阿利安盟族 跑去希特拉 所以这个又是日耳盟族 又是很聪明的 一部份的人 跑去印度 印度这个时候又很聪明的 一部份就由印度 每年16公里 一直爬去中国 中国经过缅甸 都接让 经过西藏 一直爬到中国 中国的时候 只有一半了 愚意 我们都流行愚意 愚意不就同一样 我们两支愚意 同一样 所以都是阿利安盟族 我们都是阿利安盟族 不过印度就直接是阿利安盟族 日耳盟盟族 又是阿利安盟族 所以它是用打进来的 打进来 可能当时有些外星人帮忙 所以它拿的东西是三股 这个金刚 巴尔纳 金刚 独股柱 独股的 一支东西是吉人的 然后有三股 又有五股 所以它拿着金刚 打进来的 所以阿利安盟族在北部打进来 打进来之后 头头就占领了北部 跟着呢 慢慢的人就说 只剩下四个东西 把那些印度人 印度的土著 就港到南方 变成首陀螺 即是那些俘虏那些 就变成首陀螺 变成静盟 这个斯利能卡 那说俘虏那些 就港到南方 这个首陀螺 所以它有四个阶级 废舍 就是做生意的 婆罗门 婆罗门 就是讲四废陀 婆罗门 婆罗门就是祭司 即是控制宗教的 祭司的权力都很大 因为它可以说 哎呀 这个上帝喜欢你 上帝不喜欢你 随时推翻你都可以 所以婆罗门的权力都很大 不是权力 是它的威权 威望很大 威权很大 整个国都要听婆罗门的说话 接着有撒帝尼 撒帝尼就是无事 撒帝尼就是无事 接着有肺舍 肺舍就是经商的 营商的 守陀螺就是贱盟 守陀螺贱盟 做那些倒垃圾 那些奴隶 奴隶呢 现在去印度 还有些贱盟 拿着旗子拿着灵 黑妈妈的多数 越黑那些就越是守陀螺 印度越白就越矜贵 所以越白就白摩罗 白摩罗 白摩罗很有钱的 那些 但是越黑就越是守陀螺 所以它还拿着旗子 拿着灵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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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四个阶级 你终于经过佛陀去推翻它 推翻到共耐几千年 四个阶级还在 印度人还在 印度人嫁女就大件事了 因为外加要出嫁妆 所以没嫁妆是没得嫁的 嫁不出 所以女家都被嫁妆 所以印度那些阶级功念 很重的 守陀罗 那些阶级功念 到现在还有 所以它虽然是没那么厉害 但是也有 所以这个难改 所以这个印度人 所以它经过这个 那时 河罗蒙的法典 被 法典 视为半阿里安人 半野盟的下等盟族 这个呢 当时 这个阿里安人 以驱逻地方为中心 建立婆罗蒙教的盟化 其他那些国家 就当它是半阿里安人 为什么呢 有些人说自己是撒大利 说自己是祖先 说自己是婆罗蒙 说自己的祖先是撒大利 其实它就不是撒大利 因为它冒充 总之它打得它 它就说我是撒大利 那你们没得说 它可以打得 所以呢 那些国家 其实很多个国家 本身都不是阿里安民族 不是婆罗蒙 但是它说它自己是撒大利 不是阿里安民族呢 因为它是 侵了一些阿里安民族 因为有通婚的嘛 有这个结婚啊 都有阿里安民族的结婚啊 不是纯的阿里安民族 它都认为自己是阿里安民族 所以个个呢 都说自己是撒大利 所以当时呢 佛陀在世的时候呢 有十六个大国 有十六个大国 那这十六个大国呢 在长阿咸里面呢 有记载 有弟子 有佛弟子 某生某处 某生某处 英家国 摩蝶国 加斯国 拔其国 第一呢 就是英家国 英家国呢 它的首都在占博 那摩蝶陀国呢 就跟佛陀的印度 它的关系最大了 佛陀在印度 佛陀当时呢 印度的一大国 它的首都就是黄舍城 其树及孤独盐 几多经在那里讲 这个加斯国呢 就在这个 在这个摩蝶陀国 和驱撒罗国中间的 驱撒罗国呢 又是佛教的 当时的很重要的活动地方 这个它的社会城 社会国 就是社会国 所以呢 因为社会国 和黄舍城 两个 两个呢 所以呢 你读历史呢 就变成了 变成了 斯道它了 所以呢 这个呢 又有拔其 又有木拿 又有支那 这些呢 很多个十六个国 那这十六个国呢 其实呢 就不是个个是沙大利的 自己说是沙大利的 打得的嘛 整个国家它 不是沙大利 所以呢 所以呢 就 有很多 它个个人呢 因为那些人种多 本来呢 婆罗蒙的文化是最高无上的嘛 因为它们也是婆罗蒙的嘛 就是四辟陀啊 奥尔斯那些是最最最最好的嘛 那那些婆罗蒙人当然是保护这些啦 那当然是婆罗蒙人当然是保护这些 但是这些冒充 冒充亚利安人呢 它就喜欢别的嘛 因为它不是 根本就不是 就不是 婆罗蒙人嘛 它不是 它不是亚利安人嘛 所以它呢 就 拥护一些自由的东西了 和它抵抗 几乎要和它抵抗 那么就变成有六思外道出现了 那如果你说 纯粹是这个婆罗蒙统治的 当然是不让你有六思外道啦 但是它是各个国家都不同的嘛 各个国家都不同人种不同性的时候呢 它变成了 它的国王呢 就保护它的教理 那各个呢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宗教呢 影响力很大 所以每个国王呢 都要靠边 靠边看哪个宗教大的势力呢 靠边边的道 那么保护它 让它壮大它 或者我自一个 我自己在摩基 Herren国 哇我有佛教 应该弄大一点 其他那些 那些就可以 可以威胁到之一 或者在第二道 它有一个国 还有一个宗教突出的 那么我们这个宗教最厉害 对作人信这个 那就捧这个宗教 但是这个宗教呢 就未必是婆罗蒙 那样形成呢 就有不同的解采 本来婆罗蒙是很纯粹的 四肺陀、奥尔斯那些是很纯的 但是有这些的时候 变了夹杂了很多文化 变了有六思外道 六思外道呢 什么叫外道呢 外道是佛教典籍中的术语 叫做底他家提塔卡 是佛教外的宗教称为外道 外学或者外法 这种不是佛教的东西就叫做外学 外学或者外面的法 外面的学术外面的法 就变成了外道 但是外道呢 就不是扁他们的 不是说他们差的 而是他不同法教就叫做外道 所以呢 我们不能说别人是外道就不好 其实外道呢 只不过不同法教而已 所以呢 当时呢 有六个最大的婆罗蒙 六思外道 那这个呢 有六派智学 六思外道 总共有六十二种见解 那六思外道呢 在小城的经论呢 很多记载的 长沃含经 第27 沙门果经里面呢 就最准了 如果你要看这个六思外道呢 要是沙门果经 沙门果经里面呢 就有记载这个六思外道 第一个呢 叫做不能拿家业 这个人的思想呢 好偏激 这个是裸体外道来的 一生都裸体 彻底的伦理为疑者 否认这个 君臣父子忠厚 也都否认业报思想 所以呢 这个全部都否认 否认所有的伦理思想 否认这个 所以叫做外道嘛 不同一般的说法 所以呢 这个裸体外道呢 他说呢 就说 这个 枕佛曾害 主席切割 脑乱众生 提忧 仇忧 哭提 杀生偷渡 任日朗语 如常结达 放火烧屋 非为恶也 不是恶我 若以 尼建 这个 乱各一切众生 以欲罪 尼满世间 此非恶也 亦无罪报 亦都无罪报 杀人放火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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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个 裸体外道 所以 佛为何要出世呢 就是因为有这些裸体外道 裸体外道说这些 不合恩果 所以佛要出来 说这个 因果 所以在这个 韦斯柳 这个 博瑟阿谭 他在二千多年前写的 佛未出世的时候 已经一早已经写的 2500年后 有个人出世 叫佛陀 这个佛陀 是糾正众生的杀陆观念 因为当时那些人杀陆 印度那些人杀陆很重的 就是糾正 提倡食素 提倡不要杀害 提倡因果 当时 已经有 波瑟阿谭 已经有记载了 2500年后 有个佛陀 即是在五千年前写的 所以佛说是其中的一个化身 这个我们当然不承认 但是他们承认 所以我们去印度 不重要 他很尊重你 他当你是修行人 他说没事的 你去到回教国家 他都很尊重你 你是修行人 即是自己修不到 我觉得人家修到 那就挺好 所以这个 我们叫做沙门 这个后面有解释 将这种否定因果 否定善恶 破坏社会的思想 在当时呢 非常之流行 所以 所很多人信 亦都很多 当时的婆罗们 自己的奢侈 勸人来报私 使社会呢 使社会呢 迷失混乱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当时那些 提倡这些 自己的生活 就很腐化 所以社会上 有一股 反抗的力量 所以这个 这个 现在那些人呢 都差不多了 现在那些人都不知道做什么 那些小孩子都不知道做什么 因为现在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教育是脱截了的嘛 以前 譬如说 我们现在 以前的教育 有孔孟思想的时候 你不要理解 假的也有说 读四书五经 卜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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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些女生啊 什么 乱与惊卜军 什么都不要 走去唱那些 唱那些 唱那些 说话的 首首歌 现在都是说话的 没有音乐感 也没有什么 我说 看去哪里 明天 onto哪里 那都是一首歌来的 吃什么 什么 说话的 因为你没有了那个含阳,人家以前那些宫侯尚尚那些, 你没有了杨蒙女将,一剑盟党千万军, 人家有杨蒙女将,这些是提倡一些忠厚哲义,四龙探母那些, 人家没有了这套,人家现在不看这套,已经不喜欢这套, 不过大陆还好,大陆还有一些提倡一下,杨蒙女将,木贵英挂岁那些, 梅派情派,听这些东西的时候,会增加你忠侯哲义的思想, 会培养你个人的情操,但是你现在听那些人, 都不说,不要跟你说什么,总有人听就行了, 跟着又不知做什么,天天打机,打机又不知做什么, 跟着又不知,他又不知想做什么, 跟着读完书之下,二十多岁,就去拿公屋, 拿公屋之后不想发达,发达就要搬走, 所以他几大都不发达,所以一出世已经不想发达, 一出来做事已经不想发达, 发达就要搬,就要交商会租金, 多些钱是交商会租金,被人逼走,所以几大都不发达, 所以这个时代,你不要说这个六思外道, 其实现在都有的,现在人都不理恩果的, 谁知道恩果是怎样的, 谁都不想着他捂钱,谁不知道炒股会输的, 但谁都以为他会赢, 谁都以为他赢,人家会输给他, 所以这个时代都是迷茫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迷茫的时代, 不能回头了,提倡再提倡都是很难的, 这个末拿,所以只要是佛教,慢慢融化, 讲多些恩果,所以前世之迷讲多些, 讲一下熟细,讲一下成, 现在那些年轻人,所以现在听经很难, 叫他坐定在这里,听一个钟头, 你很开心,所以他情形在车上, 按一下看YouTube,上网, 看这儿看那儿,他稳为会学到些东西, 所以我们要放多些在网上, 第二个是莫奇尼渠舍利, 他主张无恩果的,跟刚才那差不多, 他认为众生之苦乐,非由恩怨, 唯由自然者,他一定说, 众生的苦乐不是做众善恩得善果, 而是自然的, 仁知善恶,静惠,率由命定, 所以落鼻亨生声,好手命生成, 非由陆力,蟹汰,而得故, 不是因为你努力,或者蟹汰, 而得到富贵,或者憑战, 世间无恩果,也无恩果报, 非自体,非他教作, 非尊尊所持,非自由意志, 一切出由命定, 命是谁呢?也不知道, 吾仁知命运, 宏景天性, 可由黑青, 红黄白, 唇白六种, 由此而受苦乐, 然以北朝, 经历百百, 四十大劫, 长时轮回,自然得到解脱, 所以这个是无恩果的, 人是由黑色, 青色, 黄色, 白色, 唇白这六种因果, 六种构成的, 所以无论你做得好不好, 正好呢, 经过一个时期, 经过八百四十, 四十个大劫, 那就是完的了, 所有东西都是平等的, 自然得到解脱, 为善为恶, 持戒精进, 无由, 转此轮, 你做善做恶呢, 都影响不了这个轮回, 所以你行不行都要等到八百四十大劫的了, 所以你做善做恶, 勤力, 冷都不关事的, 他终于知道经过这段时间了, 这样就完了, 所以呢, 要罚出世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讲英国嘛, 既定之苦乐, 在轮回中, 不增不减, 由约思求, 施解尽后, 方德消失, 好像个球那样, 你总要知道你做了很多东西, 拿着在那儿, 经过八百四十大劫, 自然解脱, 你又不用, 你现在硬去解它, 是没用的, 这个他说的, 不是我说的, 他说的, 律师外道说的, 所以, 现在你多努力去解它, 没用了, 那也不用三个人了, 坐在那儿睡觉, 吃就吃, 有得蹦就蹦, 有些小孩都是这样的, 所以, 都是差不多的, 这种主张, 也有很多人互和, 后来, 合法教批评这个思想, 有次无法编成的衣服, 夏天又不吸汗, 冬天又不保暖, 不但全无用, 反为社会制作迷惑的伤害, 这叫做邪命外道, 叫做邪命外道, 这种好像头发即成的衣服那样, 又不能吸汗, 又不能保暖, 反而对社会带来这些, 虽然说安天明, 但是没用的, 因为社会没有做36, 不做36, 现在对了, 这句话就对了, 做36, 不做36, 你做840劫, 不做840劫, 那就没做了, 所以, 这个叫做邪命外道, 好, 这个呢, 第三种, 叫做, 亚虞多刺舍阴婆罗, 相传此人呢, 穿这个闭衣, 穿这个难生难世的, 五逆赤侵, 以要苦行外道, 这个呢,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些, 五逆赤侵, 否定凌云以夜暴轮回, 它说呢, 受四大, 取命中者, 地大云归地, 水云归水, 火云归火, 风云归风, 出街上为, 朱庚归空, 若人死时, 从别举生, 智衣重庚, 火烧其骨, 而夹色, 或变为灰土, 若智若如, 取命中者, 出街上为, 为断灭化, 这个叫断灭外道, 这种, 这一派呢, 可谓是彻底的遗物, 这个呢, 叫做, 顺世外道, 顺世外道, 一切的事没有轮回的, 啊, 死了就算了, 死了之后呢, 燒造一把灰, 那就算了, 所以现在的人呢, 又是这样的, 又不会去做善治, 又不会去做坏事, 所以呢, 要多些说法教呢, 要因果的, 我们这一世的, 所有的遭遇呢, 都是前世的, 那我们这一世所做的事呢, 都是一世的, 所以我们能够接触到佛法的好处呢, 就是说, 有得, 有撞到一些困难, 撞到一些不好的环境的时候呢, 有得努力去做的嘛, 不是, 没有什么要做的嘛, 你好像顺世外道, 邪命外道, 没有了, 是这样的了, 没有了, 那你至少都要化修一下, 求一旺彩神, 求一霸彩神, 求一黑彩神, 求不求到一件事, 至少要求, 哈哈, 求紧那时, 你又不会做坏事嘛, 求解还做什么坏事嘛, 这个呢, 就是这个, 这个好处就是在这里, 至少你会, 你会有东西求嘛, 都你要, 病的时候, 然后, 呃, 你不只是看医生, 医生都医不了你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还在这里, 还在这里, 可以求佛菩萨, 再不是, 哎呀, 死鬼了, 还可以永生淨土, 这个, 对不对, 那还有, 还有, 还有希望, 你问你, 就没有希望, 碰到一些, 好的环境, 不好的环境, 你就绝望, 没有什么, 没有人救到你, 没有什么, 所以宗教呢, 就是给你精神的寄托, 不只是精神的寄托, 其实是可以改到个命运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天龙百保嘛, 我们有, 我们人只不过六岁里面的一岁, 还有五岛的嘛, 天人乐怪, 阿修罗, 那些前往灵界的, 灵界, 你供养它呀, 也会顾持你, 认罚, 他会保护你呀, 那这个 MORかな, 还是有他的作用, 虽然说, 我们是看不到他存在, 但是我们, equal来的, 冥 Falав Duty也会保证一个, 你看看, 车工的那些千多年, 我今年又不知道怎们算 mixture això呢, 所以, sesi日也凌糊, 自己就不要问他不凌, 所以, na times nós, 在淺草寺的时候,淺草寺的宫阴很准, 宫阴的宫阴是宋朝的,很古老的, 我们中国已经没有了宫阴, 宫阴不知道是什么宫阴, 在日本还流程下来, 我说去看看准不准, 我说拔一枝出来, 他说一大堆签字, 拔一枝出来,不用裤签, 说真的好准,我说得好准, 跟我一起去法师, 拔一枝出来,说真的衰到贴地, 又说得好准, 你不要说他对不对, 总之你去求签,每一枝都好像对, 究竟有没有存在呢? 有些不对,你永远不对给我看, 很难找到不对, 我想求中六合彩,不对, 所以冥冥中, 鬼神仍然有他的力量, 所以我们对鬼神好一点, 拜祖先,知而此类, 知而此类安抚祖先, 至少安抚他, 安抚鬼神,施食,供天, 这样的时候, 那些天啊,鬼神啊, 那些会和你朋友的时候, 不会搞你,至少不要保护你, 至少不会搞你, 不会搞你, 你已经省了很多功夫了, 所以这一个就是宗教的作用了, 所以呢, 法教非宗教非自学, 哇,我们不拜鬼神的, 非宗教, 非宗教, 法教呢, 是宗教也是自学, 所以呢, 也是宗教也是自学, 他有冥冥中有保护的作用, 不要只是, 只是当他是学理那样说, 那我们呢, 接着讲第四个了, 第四个呢, 波浮陀加尖言, 这个呢, 维默论, 也都否认善恶果报, 他主张呢, 一切众生分为測凡, 何等为測凡, 地水火风空, 苦罗寿命, 如是策法, 非化非作, 不可坏坏, 如衣丝家草, 安住不当, 如衰微生, 不舍不作, 又如雨落, 各不增重, 若苦若落, 若善不善, 投资利都, 无所伤害, 何以故, 測空中无防外故, 命亦无害, 何以故, 无有害者, 及死者, 无作无受, 无书无德, 无有念者, 以为教者, 所以, 无因果, 无果报, 不承认善恶果报, 一切都是一样的, 一切都是一样的, 这个呢, 又是无因外道, 第五个, 生舍耶废罗指指, 这种是不肯定, 亦都不否定, 又不肯定, 又不否定, 他认为善恨恶果报, 可以说有, 亦都可以说没有, 现在的人相信这些, 又可以说没有, 你当然有, 我可能没有, 所以, 又不肯定是有, 又不肯定是没有, 亦都可以说有, 亦都可以说非有非无, 这种呢, 就是不慎解心理所产生的诡辩, 他就说, 你云果呢, 不可以说有, 亦都不可以说没有, 亦都不说非有, 亦都不是非无, 不是非有非无, 就是说了, 所以又不是有, 不是有没有, 有那时就是有, 没有那时就是没有, 所以呢, 大部分现在的人, 都不是不信云果, 他觉得云果非有非无, 又不是一定有, 又不是一定没有, 不知道在你那里, 有或是没有,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呢, 这个和这个外道一样的, 第六呢, 就是尼乾陀若提子, 这是相当的奇拿教, 他的教主呢, 又叫做大虹, 又叫做世尊, 又叫做牟尼, 和佛教理一模一样的, 教理也都一模一样, 奇拿教也都食齋的, 也都食生, 也都不杀生的, 所以呢, 那些鬼佬说, 奇拿教呢, 不打蚊的, 还是养老鼠, 哈哈哈, 哈哈哈,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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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点灯, 但是呢, 养老鼠, 爱此常留分, 所以这个奇拿教呢, 其实呢, 其实呢, 和这个佛教呢, 是很, 很厉害的, 而且那些经典也都很多, 那些教理呢, 那些教理呢, 也都, 也都很, 也都很全面的, 所以呢, 到现在呢, 还有奇拿教, 奇拿教呢, 以生天, 但是呢, 它和佛教不同的呢, 佛教就不主张生天的, 奇拿教就主张生天的, 奇拿教呢, 主张素食, 主张不杀生, 它都有五教, 奇拿教有五界的, 第五条街, 好像不准伤害人工上下的东西, 就是全部都, 就是和佛教差不多的, 但是呢, 唯一的不同呢, 就是说, 它主张生天的, 因为它主张做了这些东西之后呢, 它会生天, 那么, 那么, 佛教呢, 就不生天的, 佛教讲解决的嘛, 所以呢, 就和其拿教不同, 那么, 其拿教现在呢, 都有很多很多信众的, 就是, 仲违前到现在, 所以, 这两个教理呢, 再说, 两教相异处, 这个相同, 两教相似, 同样否定, 废陀神圣的地位, 同样否定, 婆罗蒙人家, 神异昌无神论, 两个教主, 同为萨大利出生的王子出生, 开祖的尊称, 同为大雄, 世尊, 茅尼, 同样强调, 伦王思想, 及北萨生主义, 同样组织有比优, 及比优尼的争存, 所以, 它也是一样的, 再说, 两教的义处, 不同的地方, 两教的圣典, 结构不同, 两教的历史传承不同, 其拿教主张, 命, 和非命, 精神, 和密质, 二元论, 正在生气论的立场, 重视命常驻的灵魂, 佛教, 原生论的立场, 主张无我, 否定有常驻的灵魂, 第一个不同, 就是其拿教主讲灵魂, 灵魂不灭, 我们佛教是不主张灵魂, 其拿教暂在有灵魂, 它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不动的灵魂, 所以我们这个灵魂, 佛教和其拿教灵魂, 所以佛教不讲灵魂, 这个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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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一世, 去到这一世, 去到这一世, 都是灵魂的, 这一世, 这一世, 都是灵魂的, 这一世, 做完些东西, 虽然都会加些东西进去, 都会加些东西, 做业, 都要轮回, 要因果, 加多些东西进去, 但是它是灵魂, 因为灵魂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大, 它就是灵魂, 但是佛教, 虽然是转世, 虽然都是由这个叶转世, 我们讲这个, 这个蒂霸式转世, 但是我们的蒂霸式, 是不同的, 这个呢, 这个蒂霸式, 这些做了素的叶, 全部加进去, 这个已经变了, 这个灵魂, 是保持一样的, 但是这个已经变了, 所以呢, 所以佛教, 转多几世的时候, 就拌了下去, 又变了不同的东西, 变了不同的东西, 所以佛教是不讲灵魂的, 这是灵魂的, 灵魂不变, 所以一路整下去, 它呢, 就一路这样, 这个灵魂, 到最后, 那个差别在哪里呢? 那个差别呢, 最后佛教是否定了它的, 就是最后, 我们呢, 能够截断个弘流, 截断个弘流, 我本无生亦无生, 四大化生因境有, 前境若无心亦烈, 醉福如混起亦沉, 这样就解脱了, 但是它这个呢, 是生天的, 不解脱的, 永远都是灵魂, 差别就在这里, 如果你认为有个灵魂转来转去, 都好像大巴式那样, 它也都可以, 灵魂也都可以再升华, 是吧? 它都可以再升华, 做多些善业, 灵魂又会好些, 不是灵魂好些, 而是它的生命, 下一世的生命会好些, 灵魂就没有改, 灵魂都是清静的, 因为灵魂都是清静的, 不能说灵魂是不清静的, 不会加下去的, 所以它一路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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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后都是灵魂, 最后灵魂呢? 生天, 都是灵魂, 但是我们这个呢, 我们不主张要灵魂的, 我们就是主张每一世的时候, 我们吸收了这一世的经验, 又变成第二个东西, 这个A呢, 这个灵魂呢, 不同这个, 这个灵魂呢, 不同这个灵魂呢, 不同这个灵魂呢, 不同前面的灵魂, 它这个灵魂呢, 这个灵魂呢, 这个A跟B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A, A经过生命之后呢, 变成B, B就不是等于A, 所以不是等于A, 不是等于A的时候呢, 就是不执着, 不执着有个灵魂, 不执着有个灵魂呢, 最后就可以解脱了, 我本无生亦无生, 四大化生因境未好, 这个灵魂是假的, 所以呢, 四大化生呢, 因为有境有, 所以呢, 你可以看, 你做个正空性, 正空性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出三界了, 直接解脱了, 这个灵魂在这里呢, 经常都过灵魂, 等这个等生, 等生这个凡天, 所以呢, 灵魂和不灵魂, 其实灵魂和大八色呢, 差不多东西, 差不多东西, 不过, 如果你说它是灵魂的时候呢, 你就执着了有个北边的灵魂, 所以呢, 你就不会得到解脱, 没有正空性的空间, 如果你说这个呢, 是灵魂, 灵魂是空的, 因为灵魂它是所有的东西, 都是加进去的, 所以你不执着这个灵魂, 就是你, 不执着的灵魂是你, 你可以正无我, 这样可以解脱, 所以, 争就是有我和无我, 灵魂就是我来的, 那我们的帝霸式就是无我, 帝霸式就是无我, 你没有执着, 这个帝霸式就是我, 我的本来的东西, 所以, 这一世是乌龟, 这一世是大笨象, 这一世是狮子老虎, 你不要执着, 这些狮子老虎大笨象都是我, 但如果说灵魂, 这一世是大笨象, 这一世是狮子, 这一世是老虎, 这个狮子又是我, 大笨象又是我, 老虎又是我, 但是如果佛教说帝霸式, 那就没有, 这个不是我来的, 大笨象又不是我, 这个是大笨象, 不过我转了小的时候, 加进去, 这个就变成了老虎, 老虎又不是我, 大笨象又不是我, 狮子又不是我, 那你变成了不是我, 不是我的时候, 你就可以无我, 所以你当这个灵魂大笨象又是我, 狮子又是我, 老虎又是我, 乌龟又是我, 那你变成了不能转, 所以我们不承认这个是我的时候, 我们可以正空性, 我们可以正无我, 但是你如果承认这个灵魂是我的, 那你不能正, 不能转, 这个灵魂就是你, 所以你就不能正无我, 差别就在这里, 所以其拿教和法教是很接近的, 所以它很接近的, 大家都有争团, 现在还是很流行的, 其拿教在印度呢, 还是很流行的, 在印度的其拿教都很流行, 反正法教呢, 还没那么厉害, 这一个就是六思外道, 所以, 为何法要出世呢? 法要出世的原因呢, 就是要纽性这些六思外道, 有些是个妄音果, 有些是没什么, 就算是其拿教最接近, 它都是有我的, 我就是狮子, 我就是老虎, 我就是大笨象, 大笨象就是我, 狮子就是我, 老虎就是我, 这个乌龟就是我, 但是, 我们讲大坝式的时候, 哦, 我大笨象, 大笨象, 大笨象, 转世, 做这个狮子, 做老虎, 你不承认这个大笨象是你, 老虎是你, 狮子是你, 你只不过是大笨象, 加老虎, 狮子, 加烏龟, 加什么, 加下去而已, 最后终之都不是你的, 所以我们呢, 不承认我们的前世, 不承认我们的东西, 只不过是业的总会, 业的总会, 但是我们最后不执着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正无我了, 但是如果你说灵魂的时候, 哦, 狮子也有我, 大笨象也有我, 老虎也有我, 乌龟也有我, 那你变成没有得转我, 没有得转我, 这就是争对有我和无我, 灵魂是有我的, 这个大笨象就没有执着, 所以空性, 这个, 完成实性即空性,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空性来的, 所以呢, 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下一次呢, 继续再讲下去, 接下来, 真的很棒,